那就開始吧 好,那事情是這樣的 就是藍芹是我們之前貝殼的前同事 然後他因為自己身上 他自己有憂鬱症的狀況 然後他之前稍微收假了一段時間 然後在收假之前 他就開始在設備各式各樣的有趣的計畫 然後他發現台大醫院其實有一系列 對這個的好的計畫 然後他希望說可以透過結合群眾集資 然後結合可能像Garmin這樣子的好的平台 好的品牌然後一起去推動 然後他發現就是台大醫 雖然可能像是一個資源相對比較高的組織 其實彈琴在這類型的疾病 或者是狀況的領域上面沒什麼資源 他希望可以說服Garmin出田 然後費客放大作為行銷 然後去協助台大醫在相關領域上面的研究 可以目擊到更多的資源 那經過了一方討論之後 發現其實他需要蠻多人 需要有人先願意跳出來做這件事 然後所以以目前的狀況來講的話 這計畫也稍微暫緩 但同時藍芹帶跟我們分享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最近疫情又開始重新變大了 然後再聊這件事情的時候 剛好大僵生醫 大僵生醫是國內上是蠻大的品牌 然後他們做了一個有點有趣的東西 是做COVID-19的檢疫的篩檢盒 那這個檢疫的篩檢盒 它可能包含了 就是它的裝法其實是ISO Thermal 它其實是一種目前比較低成本的做法 然後他們其實原本認為說 跟可能衛服部也好 然後跟TFDA也好 關係還不錯 然後而且這個東西 其實他們經過臨床 臨床做的還蠻好的 然後覺得應該可以過 然後但結果 因為在內部詢問之後 因為一些特別的政治考量 比如說可能像國內 目前並不鼓勵普篩 但這個樣的Kit出來之後 反而可能讓大家會有 非正規普篩的嘗試性 那就會開始有衛陽的問題嗎 可能會有衛陽的擔憂點的問題 之前記者會 就是指揮中心有一個很詳細的簡報 所以雖然他們開發出了一個可能一次檢驗 學到600塊台幣以下的Kit 但因為它現在基本上沒有辦法過國內的TFDA 所以它的衛陽率到底多少 大概3% 那其實蠻棒的 所以會造成影響 大家都自己覺得 因為之前有一次追蹤接觸 其實都是陰性 但裡面就有兩三個人 他就是覺得自己有 就是有時候有一陣子 好一陣子都沒有本土隔岸 那那些第一批覺得可能被追蹤接觸 也許有一些情況 就是他會覺得說 他當公衛那個系統 他們需要做五塞 是的 所以雖然大雙生意開發出的成本很低 目前我看到 Zerby國是全世界成本最低的 而且他們還有一些很有趣的特點 就是因為 埃州車木的方式 重點是要控制溫度在正負兩度差之內 那問題是要怎麼樣 可以控制到正負兩度差 那變成要很好的裝置 就他們就想到 用類似像泡麵的方式 就可以做到效果 因為厚的保麗龍就可以達到孔溫 然後他們裡面還做了一個感溫貼片 所以你只要把水先加熱到某個溫度 當一旦那個感溫貼片變成某個顏色之後 他就可以檢驗了 這跟用那個沒有蒸氣孔的電鍋 類似類似類似 口罩 不要嚇 所以他們做了這個東西 他們大概兩個多月前做了這個東西 然後接臨床做完了 然後在整個生產檢證上也做完了 然後他們很開心想說 他們可以自己先捐十萬套 對 然後再串連他們其他企業 可能想要捐五十萬套給臺灣政府 想要捐得了一下 電波加泡麵 在九成家碰到狀況 可是他們替FDA過不了 對 那FDA的專案審查也不會這麼快 所以這個計劃目前其實暫時Pending 然後我們透過一些非正規管道 去問了衛福部 然後問了外交部 外交部其實樂觀其成 說話之前送口罩 這個更厲害更厲害的話 但問題是他們這個東西要尊重 就是主管機關 不過不是啦 是要尊重國外的主管機關 如果國外的FDA不同意的話 那我們這樣子變成打亂他們 對 反正他整套的東西他們已經做的 真的是很有趣 只是以目前的狀況來講 如果沒有辦法過國內 或者是國外的某一個 其實你有國外的某一個也可以 對呀 但其實真的蠻可惜的 就是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可是這方面的東西我覺得 我滴滴的蠻深了之後 發現這個東西真的蠻厲害的 不過如果他們再把餵氧率再控制住 說不定可以 可是這個是ISO-SIMO本身的 本身的零件 他們有辦法做到更好 了解 所以真的正確來想 他們真正最好的用途是在於 可以直接送到 其實沒有辦法篩檢的地方 因為他不需要進實驗室 就可以自己完成了 沒錯 所以這個東西真的很好 然後其實 大張聲音的董事長會很希望 就是有任何機會 可以再把這個東西說得更好 可是他現在就卡在這邊了 好,這個是原本的議題 你寫的議題 對,原本的議題就到這邊了 然後因為這兩個都還有一些 外地因素沒辦法說 所以我想跟你聊一下 另一個我們最近看到的 社會創新的狀況 One more thing 超多 沒關係 就不用再介紹了 群眾集資應該基本上 就是要生活有更好的選擇了 而且其實以前群眾集資最厲害的 就是做宗教建築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神 信徒某某金線 可是現在時代改變了 所以我們信仰的 不再只有宗教 不再只有神 而是很多很多各式各樣的價值觀 所以你看到很多很棒的計畫 可能像是新竹子航 可能像攝影圖書士 各式各樣的 已經有很多空間這樣出來了 那甚至可能說 在文化領域上面更厲害 就是我們過去統計 還要過去六年 付一塊錢給Baker放大 去做群眾集資 然後可以做到是六塊錢的集資收入 然後間接看票房 大概150多塊 那因為裡面包含看見台灣 看見台灣離群職 不算 拔票的時候還是有三十幾塊 而且還沒看到顧位 因為顧位是短片跟長片分開 所以這不能算是集資的成效 但是是集資的開口 但其實如此就已經有1比8十了 所以從 如此種種 那到目前為止我們成立六年多 到目前總共大概做三百多案子 其實不是很多 像比如說目前辭職時刻 這上面的案子有三百多件 我們是成立六年只做三百多件 但加起來大概有23億左右 然後反正 我有時候會講說 台灣你看到集資值得比較高 社會益比較好的 那就是Baker做的 那集資值得比較高 沒有什麼社會益的 就不是Baker做的 我理解有時候會把折折弄到當戰 然後之後弄過群眾集資 第一樣讓有價值的事物得到更好的機會 然後我們其實花了一點時間去證明了一件事情 然後就是台灣是最適合做群眾集資的國家 上去上海有時候忘了把這張換掉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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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國是在這邊 都是還好 那先講一下背景狀況 因為我相信你一定很了解 但是實際上最新的數據是如此 2012年是台灣群眾集資的元年 那時候大概加起來 大概募了八百萬左右 那2020年剛結束 我們今年初步統計 到2020年的話 台灣團隊去集資的金額大概是36億左右 所以從八百萬到36億 那如果我們只看Baker這邊經手的 累積過去六年到23億左右 然後再考慮到這些單位 他們後面衍生出來的營業額 大概是150億 所以實際上23億的群眾集資 至少在六年內證明 變成有150億的商業價值 那待會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給你一些有趣的狀況 如果說我們在什麼 根據108克剛之後的素養測驗 這張圖就很適合出現在國文考慮 對沒錯 請問你在這張圖看完之後 你發現了什麼樣的現象 對這幾個狀況 第一個事情是 就是很正常的成長 可能比如說每一年都會比前年 多個兩成到五成 這種就很正常 那上面有看四個不同的領域 有在國內的平台 然後有台灣團隊去海外就是藍色 然後有不用任何網站 不用任何平台自己做成獨立集資 那最後非典型平台 例如像好好啊優卡 他們是群眾集資木客 我知道 那他們就看非典型平台 所以這是目前的發展狀況 以這個趨勢來看 會發現每一年大概都比全年 大概高20%到50% 但有兩個特異點 第一件事情是 獨立集資在2018年的時候說短 對 第二件事情是2018年到2019年的時候 國內其實有了爆炸性的調升 看起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對 看起來是很好的事情 那實際上如果從數字來看 2020年的成功專案 比例其實是170萬 Kickstarter的平均大概是56萬 所以是世界平均的三倍 那不出貨的比例 也只有世界平均的30分級 不出貨的不一定是大家想要的 對 先講正面的事情 正面的事情就是2020年 這是非產品型專案 不是賣東西的專案的 財名前15加1 為什麼特別加1 因為這樣是佩克家 我有看到 你知道佩克家這個名字 放進來他們台名第16名 那藍色底層是貝克執行的專案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 那個 說黃色底的 是他們現在還在進行中 所以2020年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基本上 大部分不是產品的 都是測分創意的 做文化內容 幾乎都是貝克在執行的 不管它發生在獨立集資 或者是其他品牌之上 那包含 當然就是您也知道的 Taiwan Can Help 是 就是剛剛說弄到當時的那一個 對 三部曲是會倒進一代推的 但是像幫瑞莎 做台灣的韻律體操的訓練中心 對 可能像黑皮 做小黑皮 去哪裡的一套教材 然後可能像把 當這張故居 買回來 又或者可能這個很酷 就是做一台 掃海機器人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推過這個 但在這麼多看起來 很棒的案件的同時 其實現在群眾 其實在台灣發生了很大的問題 例如可能隨時 邊邊找PPP 或者邊邊找各式各樣的論壇 大家會看到這個樣子 這個我不是特別找一天 罵他很兇的 是隨便找一天就直接 差不多就這樣 就這樣 然後第一行 台灣集資是一個笑話 對啊 我都不知道我是娛樂產業的從業者 三 有可能 當到大家台詞之間好了 有可能 但我想這個笑話 應該不是正面的笑話的意思 他們的底線 當然就是已經長得很慘了 為什麼 明明我們一方面看到了這麼多 這麼有意義 這麼好的集資計畫 那是什麼原因 讓群眾集資現在在社群上的風向 有很多像這樣的 因為事實上它有deliver 但是deliver的東西 並不一定是大家本來想要的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這個我相信您一定也知道 但是一樣的狀況是這個 嗯 我這邊用紅色底的是什麼意思呢 嗯 就是紅色來的 嗯 然後這是在他們在集資的時候 這些產品其實在淘寶都買得到 對啊 所以當很多在淘寶已經買得到的產品 在台灣透過群眾集資來溝通 那我們可以看到 曾經的站在社群網站發音機 然後跟曾經在推動原創設計不遺餘力的平台 然後這是集資金額的排名全失誤明 那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大家在看的時候 沒有想到它是 就是中國執照 那或者是說其實根本就是中國廠牌貼標等等 那所以這個在可能2013年 2014年大家比較沒有那麼care 但是現在大家非常care 那所以這也是 就算它最後出貨 但是這個就是 欸你給我這個 其實很有趣的事情是 有一部分的人的確注意到了這件事情 但是市場的移動 市場的整個板塊的移動程度還是很快 到目前為止台灣有贊助過群眾集資人 大概是120到130萬人 那台灣有在電商上面買過東西 大概有1300萬人 所以其實還有1170萬人 他們對於群眾集資的認識程度 會從這些案子入手 所以就被認為是 很有捉悶的 就是非常有不明的東西 那剛剛我們看的排行榜 可是有時候排行榜 可能只能凸顯出其中的尖端狀況 那我們從整個市場的角度來看是如何 2017年是開始第一次有代理型專案 進入台灣的原年 2017到2020 那現在已經超過一半了 所以白牌或貼標 白牌貼標已經超過一半了 那這當然是其中一個原因 可是有人會想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完全支持原創專案 理論上當然是原創專案更值得被支持 但是其實真正是訊息情的原因 到不見得只是代理跟原創的問題 那我們整理一下 可能延遲出貨 然後認證問題 然後原創性他說是原創專案什麼不是 然後說是其中幾支 所以我不給你退貨 那真正最大的問題 發現在假限量跟假限時 可能如果在上面看的話 都會發現限量200 剩下12個 趕快買完之後突然有限量變225 有限延遲出貨是不可控的 可是過度行銷完全是團隊的責任 對 那這個過度行銷 後面團隊的爭議 集資動機 這個我覺得比較個體化 就不管 但大部分問題來自於資訊不對稱 那我們可能會認為像這樣的計畫 這段狀況特別容易發生在代理產品 因為代理產品反正就代理進來賣 那賣的當然就是比較沒有下線 反正就賣過就好 而且甚至就還被踢爆說 或這個廠商代理產品 或者他直接換皮 換一家公司進口 就解決了 因為他本來就是貼標 但現在碰到的最大的挑戰 其實是 就連原創產品 譬如你之前也非常推薦的這個案子 這個我是在他集資完成之後才推薦 作為一個案例 但是後來就發現他的良率非常差 然後所以這件事情 這兩個東西現在被並在一起 就是等於是原創產品不好 然後又有群眾集資各式各樣的爭議 這兩件事情加在一起 造成我們剛剛看到的方式 那沒關係我就買這些 因為這些其實反而出貨相對穩定 就講完一點就是小米生產店的產品 就不會太差 但是大家就覺得說到現在就直接買這個 不過反過來如果他差的話 他更沒保障 對 所以這就變成了一個很尷尬的狀況 原創有其不確定性 然後代理有其方便性 所以隨便便就可以 不能說隨隨便便 他們也是很努力的經商 但是就可以做到像這樣的成績 所以碰到一個很現實的狀況了 平台的選擇是什麼 對 然後最近這段時間越來越多 看包含可能林純寧立委 也開了同庭會 然後跑過去聊 然後聊完之後發現平台其實 講難一點是他們沒有辦法 也沒有打算做什麼 對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我們自己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 就在做群眾極致透明化計劃 原本我們是想要推出一個認證制度 然後希望平台可以採用 就等於是拿幾個指標 你需要做到足夠的公開透明 然後但平台沒有打算 可以具體一點嗎 譬如說可能像它的原創性 然後它的提案者身份 它到底有通過哪些認證 它的樣品狀態為何 所以後面的比較亮話 前面是聽起來比較直話 對 但我們希望它至少有一個專門的區塊 像Kickstarter有風險宣告 我知道 對那台灣的平台也有 可是那個公開宣告基本上是一個 形同虛勢 對那反而是造成說 你買這個東西你要放棄一些權利 我們都很清楚 對 所以現在我們推了整整一年多 確實也造成可以影響 但是其實這樣平台到底有沒有因此而改變 那結論是沒有 那前些日子去年的時候 我剛好跟依許正 然後跟Pinkoy的Peter 一起接受一個採訪 然後我其實就很認真地聊到這個話題 那Pinkoy的立場是 其實原創設計能夠得到更多的關注 跟看到是一件好事 那代理型專案如果能夠幫大家帶來流量 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好的 那許正的看法比較有趣 許正的看法是想說 他也很希望可以原創設計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站在一個商業的立場 現在台灣有兩個主要的平台 雖然說哲哲肯成防疫的四倍規模 但終究還不是被消滅的那種程度 他立場的想法是說 如果只有寡戰之後 我才有這個討論道德 然後不然如果說我今天還沒有寡戰 就開始拉高我的提案門檻 那這些提案者不就不會來我這邊 而去對方的平台了嗎 那這樣不是更不好嗎 那我那時候會覺得說 我覺得那沒有好跟不好 那就是一個商業利益的選擇 但是在現在這個實驗點上 我發現一個比較有趣的狀況 洪耀也是這次小日子的採訪的時候 那時候聊到一個事情 就是說他們問說 當初為什麼我不去做一個平台 而是從平台離開之後 是做過一個東西 第二層 為什麼要做他的第二層 那我的角度來想是因為 當時消極面來講 就是平台我做過了 然後PriV當時也曾經去開完這檔 然後我也覺得說做一做 能夠陪伴的有限 但實際上來講 在想的事情是 一個產業的發達 就會有不同的角色出現 然後所以平台本身系 低人力 然後高流量 去創造這個產業的價值 但問題有些很棒的計畫 他就需要高人力密集 去幫他把故事講得更好 把事情做得更好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花了比較多資源 成立了公關公司 用比較多的人去幫少數碳子服務 這本來就是生態圈 漲到價值的這邊就會有這樣的 對 所以對我們來講 那其實算是一個 在大家都還沒有選擇 用高資源去做的 所以我們選擇偏跨一點 然後過了六年多 然後現在 然後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就我們要做回平台 我們要開始做平台了 然後 反向整合 開始推出M1晶片 哈哈哈哈 然後反向來講 然後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 包含公司同事 包含投資 都在問一個事情 嗯 那你現在也在 時空會擊破方法 用臉不想做這個 然後用臉不想做這個 但我覺得有一場變 但是我不想被帶著走 所以我想要多先走一步 那我不想要 就是被少資源的限制所壓迫 所以我希望可以有 比較多的資源做軍動集資的 問公司 那六年過去了 那現在大家比較看重 軍動集資屬於放大的那個環節 比較不care 屬於信任的那個環節 那我想說 那我可以再用更多資源 然後去同時間證明說 信任這件事情 跟放大是可以並存的 所以當時從 FineV1離開 然後到現在被可放大 然後這件事情 其實我一直都還沒有 真的下決心 因為產生實啊 就是 當我要做回平台的時候 那在整個產業裡面 可能跟平台朋友的關係 也會開始有點改變 就不能像台積電一樣 永遠不跟他客戶競爭 其實很糾結 很糾結 真的很糾結 然後這件事情我從2018年年底 然後想到2019年 想到2020年 然後到最近一件事情 才終於下定決心 是這件事情 是 因為這件事情 我們也是進去幫會關 然後處理跟對應 然後 花了很多精力在做內部說服 但是說服完之後的成果 至少收穫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是好的 對啊 這個 完工 不是 控盆 非常有效果 所以我們會發現 如果我們剛剛前面在講的事情是 只有寡算才能討論道德 但這句話有很多討論空間 基本的道德應該遵守 更高的道德也許的確是 你有資源之後才能做 但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在桂冠的開始裡面 我們看到了 寡占道德也是有利可圖的 對啦 所以 桂冠是在這麼多品牌裡面 第一個用這個態度去處理這件事情的 搶占道德的至高點 對 所以搶占道德的至高點 然後 如果我們今天可以寡占道德 而且證明寡占道德是有利可圖的 那這套道德才會代表非常重要 所以你要妖魔化另外的平台 我沒有打算要妖魔化 你先把這 不用管我們寡占道德 不得把他們沒有道德 就像潛乳芳當初說 我們只有愛沒有其他便宜 我們代表其他沒有愛 一定是以身作則的意思 好了解喔 所以以前 如果從用菸蒂的表現 就是貝克以前做一些講話 然後計劃又不是雙道轉換嘛 然後開始把好的計劃帶進 帶出台灣 然後做高品質製作物 然後後來我們有了天使放大 開始投創意做計劃 然後也提供有加倍 就是我們整個新交公司 專門投放一些品牌做服務 那再去往前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 被動費值計劃的流量 然後這時候投資出發現 平台必須出來 然後投資公司必須出來 然後直到最後 我們會開始注重產生一些創意 然後像最近 我們都有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正在弄 我們打算跟芒草芯 芒草芯做游民的 我們打算開一間網咖 我們打算開網咖 然後網咖作為一間庇護所 而且在網咖裡面的 不管是無家者也好 或其他各式各樣 他們在裡面會有有趣的職業訓練 為什麼用網咖 因為網咖是很適合去接接 不管是3C品牌 正式電競品牌 他們指縫裡面露出來一點點錢 都可以讓這樣的社會機構 然後給我們很多資源 那無家者跟 可能像是11的對象 進去網咖代表幹嘛呢 你有聽過一個名叫挖挖群嗎 如果沒有資訊金融能力的人 我已經理解釋了 所以這塊就可以做到很多 A付錢給B去協助 C得到利己的幫助 同時幫D創造不可見的價值 這次我們接下來會做很多很多 像這樣的事情 所以一方面是原產企劃 二方面就是剛剛說的 那我們的平台名稱會叫做挖杯 挖杯就是台語是挖杯 挖杯通響那個挖杯 然後還有另成意義 就是不要再淘寶了 來挖杯吧 有嗎 好的 一來一六個 對對對 我們是一個福利原創開放公民 打造信任好用跟負責的極致平台 但是很現實 它必須比現有極致平台都好用 它也必須比現有極致平台 都有經濟上的優勢 因為你要求大家用比較高的道德極準 跟高的公開跟揭露的話 就有點像是要求別人綁著手 去跟那些放開手 就是沒有下線的人去打戰 不是這樣嗎 我們都是說預先體驗上市櫃的感覺 請繼續 好 總之這個品牌沒有意外的話 我們在四月上旬會成立 然後三月中旬的時候 我們會正式 announce 那同時就用貝殼正在搬家的籌備中 我們要搬到萬華的床部文化園區 然後也弄了一段 會變成一個很有趣的空間 所以到這個話題到目前為止的話 就是兩件事情啦 就是希望邀請我們搬完家之後 可以邀請到新貝殼走走 然後還有 那個計畫的開戰的時候的座談 甚至是記者發表會 希望可以邀請這回參加 如果是預錄一段這一定沒有問題 甚至現在就可以答應 但是通常我到現場不會只是講講電話 那個通常我就是每個週末預錄隔週的 處理掉就好 像是你可以做到座談跟對談 甚至討論更多的群眾參與 和政府社會實踐有關的事情 這個我們可以 因為他有在時間 他有在時間 所以說我們現在通常就是 如果是辦在社創 然後你有在我們社創動路的話 那我們是會傾向答應 那如果你沒有在社創登錄 那或者他是離社創比較遠的話 我們是傾向不答應 好 這個也現在想要簽了 等到我們還在登錄 現在三個月前還來點 對對對 好 那這是有點像是今天原本要替代 原本原本是要講醫療 然後講大家 但用那個人外衣 替代了一個小小的分享 對 那這邊就是一個邀請 那我會知道 所以這個 這個 我不會 我不會 對 我不會 這是 對對 對還有那個戰南北不同的調調 對 我不會 我不會 但是不會的話 就跟那個貝殼是差不多 但是其實還是不太一樣 我不會 有一個杯就是那個P不是B 但是就是說 這個並不是你們的集資平台吧 還是這個就是 這就是我們的集資平台 所以我們可以 所以它是二合一 也會想到 就是會有人說 貝殼放大不演了 對 不演了 不演了 我們要直接上了 你看我跟徐正私底 他是這麼好 這麼好的朋友 對 然後我們 但是想了很久 那他也 其實他也樂觀啟程 就是在商業上面 他會覺得 這當然多了一個 很可怕的競爭對手 那特別我們 可能像剛剛說的 站在道德的制高點 嗯 但站在產業的角度來講 其實我覺得 就是需要有人 用這個角色去做 不能夠直接想說 希望他 我剛剛沒有聽得很清楚 你剛剛講的說 那個球夸 夸夸群 那個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這個請問是像我們會變成我們除了有平台之外 我們會有一個原創的 原創點子的產生的中心 對 然後他們就會一直提這樣子的計畫 然後主動去 一直拋梗就是了 對 因為以前的狀況 就算貝殼以前的狀況 都是別人有了完整的計畫來招我們 我們去思考他怎麼做的 更吸引人 要這樣打磨他 可是現在狀況是 我們是現代的點子 去找能夠實現這個計畫的人 像比如說 貝殼放大自己跳出來 開亮的網 他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我們沒有 一定程度的公信力 雖然我們有群眾體制行銷的公信力 但是我們沒有 無家者一提的公信力 我理解 就是你把社會部門動員起來 然後去找他可能變成 道德變遷 LITERALLY 道德變遷 的這樣一個channel 對 所以這會是這樣的計畫 我們也會原生不斷的提供各式各樣的計畫 跟 既有的社創組織 或者是NPO、NGO 這些發動 但也會在我們未來的平台之上去做 OK 因為像澤澤的那個地方 創世那塊就有一點這種味道 但其實坦白說就是比較弱 當然拿比起其他的來講 所以這整塊來看 就是我覺得需要 還是一樣 剛剛那句話就是需要有人拿著更多資源 先往前跨一步 然後才可以加速整件事情的行程 那我同時要做兩邊 一邊是有 OM自由流量各式平台 另一邊是做主動產生創意 那當然可以有各式各樣中間 這平台的Sales Kit 那些等等已經都已經做得差不多了 那很現實面就是 我們不需要去賺那個平台的手續費 我理解 我們做的會是一個零手續費的平台 我理解 這個縱向整合 對我理解 這些整塊是接下來會做的事 好 解決了 這是主話題 那剛剛因為我跟曉廷記的時候 有提到兩個 從這個點子開始延伸出來的 兩件跟政策和法規 有點關係的事情 對 想快速的討論一下 好 那第一件事情是 陳比林主委在任的時候 他行李那時候 我們一直在聊關於互相稅的事情 現在不是捐款給地方政府來就可以抵稅 對 但是台灣的稅資不可行 因為台灣的稅資沒有辦法 用這個 用互相稅的完全方式直接抵減 所以才變成陳比林政委 那時候陳比林主委推的是 那地方創生專戶來做幫 叫做企業直接捐款給地方創生專戶 然後在特別認定的幾個企業或用途之上 就可以得到抵減 那目前為止台灣有三個例子 但也只有三個例子 然後我目前所知 好像這個計劃應該就是慢慢慢慢削減 然後直到地方政府自己去運作 對啊 那但是 因為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為什麼只有三個案子 可以抵稅這麼好 因為企業主會說 那我自己的捐協會 或我自己成立基金會就好了 或者學那個Signal Foundation 直接借你50年的融資 對啊就好了 然後甚至他們可能會拿到KIVA 就是講說這些都可以 就是KIVA 對 我在講就是這種模式 而且重點 捐協會也可以 但捐協會的抵稅效率比較低 因為就是法人單位跟政府單位 的稅上線是有差的 那想說那不然沒關係 那就用投資嘛 最近是這麼好 剛好又有天使投資人的新創投資抵免 但出現一個很尷尬的事情是 就是鄭委員很清楚 社會企業其實他需要一點時間 但可以證明他有他的 我們這邊社創新創聯合 就是孵化 就是希望說 就是你長到 譬如說像中社企業或者多福 其實他已經可能五年十年等等 但他還是社創 他不斷地推出 但很殘酷的事情是 他們不符合新創投資的租稅點面 但是那個國發會有另外一支是符合的 他們不管是在紓困 或是在國發上面有另外一支是 就是地方創生集社會創新 他們可以被投資 但他們不能被 他們享受不到一個很簡單的抵稅 他的抵減是用matching的方法做 不是用減稅的方法做 那這邊產創條例去108年收益的時候 有講了一件事情 第二條就把機械都掐死了 因為設立登記日期未滿兩年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的多福也好 現在通通不符合這個條件 可是他們不能說是高風險了 所以關鍵在於 如果我們可以知道 投資新創社會的整個社會長期發展 那投資社企當然也是 可是目前設計在租稅減免這點上面 是相對有限的 不是啦 因為這個原因很簡單 因為沒有一個法未接的東西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就跑了找去找高家儀 美初穎相對一些比較熟的 也跟他們聊了一下這個 對啊 我知道會不會觸犯到游稅的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就按照游稅法 然後融入起來就可以了 讓政風處知道這一段就可以了 不是 因為我在這件事情上面 並沒有什麼決定權 主要有決定權是在立法院 所以其實我只要沒有決定權 就不算在游稅法 如果你去看游稅法的文字的話 應該是影響其決定 好 所以我那時候就去找了幾個立委 然後去談了這件事情 他們說 社會企業這麼好 為什麼社會企業沒有相應的法規 在傳創裡面難道沒有針對事情 他們說國發會沒有在弄嗎 我說國發有在看的計畫 不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他們覺得這些事情其實蠻好的 但雖然說這些事情不是你 那他們要提他們版本了嗎 就是我們要喜歡 是嗎 OK 因為之前在V台灣 方元寅老師有過一個版本 對啊 那所以如果就是從立法院那邊提的話 我當然就是樂觀其成 了解 我們跟立法院絕對不是敬虔玩笑 by the way 好 然後我們就應該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是 對 回到這邊 就是兩年以上不符合新商頭這階品 這個怎麼辦 甚至是可能可以透過我們剛剛說的方法 對啊 弄一個條例 然後但最近發現一個更有趣的事情 這個事情發生了 是 P-Leap P-Plus-Leap 對 P-Plus-Leap 他們其實在成立的時候 為什麼這麼容易說服更多企業 甚至搶不要進來 一方面但是他們的確有不錯的行銷跟宣傳能力 對啊 二方面有一個關鍵在這裡 嗯 同樣是政委的 傳說的大政委張景森先生 然後因為之前他對運動其實也是非常關注的 所以他們要推的一個事情是 從體育署修改運動產業的發展條例 這個我知道 那他的控制稅額他提出來比例是250% 對 對那這件事情我這個搶的話已經 而且電競還算在裡面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他搶了一件事 那如果說運動產業 職業運動產業它是可以被釋同 在比如說限額一千萬元之內 你需要把社會運動 對 社會運動散奏運動 社會企業 社會運動可能不敢不敢這麼說 職業社會運動 對啊 所以社創投資或社創的贊助 有沒有透過國發財政的辦公室跟立法院 然後在既有的社會創新架構之下 比照職業運動的投資取得超額的出稅減免嗎 跟你說比照的意思就是要放到運產條例 這樣我們真的就要把社會運動當作職業運動 這步有點大 有點大 但是我在想的事情比較單純 因為我畢竟在這方面沒有這麼的經驗 在想說就是這邊已經有的例子了 它在體育署下的運動產業的發展強力 這個我理解 因為我這個裡面的電競部分是我寫的 哈哈哈哈 那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雖然看起來有點大有點遠 但我覺得反正我要求1 那我先丟出5 那最後被砍到1 還是滿足 所以我想說如果丟的話 希望直接連超額珠稅減免這件事情一起砍進去了 這我了解 在限額裡面得到超額珠稅減免 那這樣我覺得 它對於企業內部的企業創投 然後或者對一般民眾 他們可能用譬如天使放大 或是家工具去投資的時候 會有很高的優力 我覺得這非常創新 因為以前不是國發會就是內政部 就是經濟部嘛 在討論這個題目 但是這個是教育部啊 哈哈哈哈 然後最近也要跟公平心 作為約時間去聊這一塊 然後但是現在碰到 在聊到這的時候 發現一件事情他們沒有打算跟我聊 他們一直跟我講 那你覺得戰略新版跟創新版 跟他們最近要推的 那我當然是 另外一回事吧 我是直接跟他講說 如果你要跟我談這個的話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這兩件事情有一個交集點 就在於可能像以前有創櫃板這個東西 不是嗎 那創櫃板就被時間證明 它就是一個沒有用的東西 對然後那主要原因是因為它不具流動性 沒有流動性的投資工具沒有什麼意義 就像比特幣可以炒 是因為它有流動性跟賭博性 那大家才會願意把更多的資源投進去嘛 那台灣的所有的 因為畢竟它是金管會嘛 它不是金創會嘛 它如果是金創會 可能就會創新的東西 它是金管會 它要管理一些東西 對那所以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都會講到一件事情 除了你是專業投資人 機構投資人之外 另外就是你是有天使投資人 可能在台灣你翻變的時候 法律它翻變的時候的條文裡面 沒有一個針對天使投資人的定義 到底是什麼 它不存在於法規那種的辦法 有一些操作性定義嘛 什麼淨資產一千萬元 平均所得一百五啊 兩年內有三大證據交易 沒有人認識 所以不會有人去申請 我理解 那反過來講這件事情 這個之前股權全沒收我們就討論 對啊這件事情我覺得非常的莫名其妙 我覺得一定會有原因 之後還沒參透 其實政府的各個單位 他們要追求一定是一定程度的有意義的政績 那有意義的政績裡面 很多東西就是可以看到的量化 像股市上升一萬五千點 那就是一個量化 就是一個有感的存在 那各個單位其實都很希望可以結合民間有能力 而且有意願投資的人 那可能這個名單卻不存在於這個政府的任何地方 雖然說從政府的角度來講 用一些名單可能會讓大家覺得有點害怕 可是如果你身為這個名單之中 然後你就擁有一些優勢的話 這個名單就是一種榮耀 我不是一個限制 我有聽懂 對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走的話 天使投資人 我們現在有這麼多操作型定義 但卻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辦法 如果我們今天可以推動一件事情 是國發會推動天使投資人登錄 然後他們就擁有這個東西 他們在三年之內只要討論哪些行為 他就是天使投資人 那第一方面可以增加他們想做的所有版的流動性 那二方面是我們之前在想 比如說從社團投資 這是從領域來去想 體育投資也是領域去想 可是如果這些天使投資人 他們可以直接就享有一些資格 讓他們在從事各式各樣的 廣義的投資的時候都有幫助 這時候就不是地方創生專戶 也不是職業運動專戶 他變成是國家發展專戶 他投在裡面的時候 就享有租稅優惠的時候 那他才比較能夠用一個不變的法 或不變的辦法去應接 會變的時代 跟會變的一些主題政策 不過我有一個問題 其實天使投資人這五個字 在國發基金的創業天使投資方案 其實是有定義 並不是沒有定義的 而且他長的並不是自然人 而是基金事業組織俱樂部 育成中心的代表人 對不對 然後他的有實際的實機 然後他是用匯款水單 他的投資案 月薪達到20萬以上的證明 而且國發基金 事實上是有這個名單的 他其實不是在法未接 是在要點未接而已 要接 對 所以我不是很確定 你這邊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把這個登錄 從要點未接提到法未接 讓金管會來用 是這麼簡單一個借接的概念 還是你要挑戰國發基金 現有對於天使投資人的定義 如果是一跟二的相比 他我覺得比較欣賞於後者 應該被重新定義 了解 因為其實我們從剛剛的敘述裡面知道說 他絕對不是 第一有這個能力的人 我聽懂 我聽懂你的意思 就是你想要擴大 而且一定程度轉換 天使投資人這五個字 對於國發會的意義 因為其實最好的辦法 就是把這個東西 從金管會所想要管的東西 轉成國發會自己的資產 不管是前後人主委 我聽懂 都拿這個來當月底宣傳 他是好的 我聽懂 當然這件事情可能跟 就是 中原這邊的主管範圍不見得相同 對 但是想說今天有機會 就Brandstone一下 Brandstone一下 所以其實希望能推動 社創投資的特殊地面 然後跟天使投資人 新的登錄制度 第二個是國發會 這個我並沒有直接參與 但是我理解說 不管是陳明堯老師 或封明星老師 對這一塊都很care 所以我覺得這蠻好的 那社創的情況 我想還是要立法院通過 因為我們現在 就像社創那個登錄 它其實不是沒有要點 它有要點 它在經濟部 只是說因為經濟部的要點 不能讓其他部會的法位階來援議 因為它的位階比較低 所以這個時候 差不多就是經濟部自己的資源 以及其他部會在現有的方案 跟要點裡面的資源 那這個資源比較有限 這個相信你也知道 那所以就是 第一個那確實是我的業務主管 沒有錯 但是確實我之前沒有想過說 好像找教育部的那種做法也可以 以前都在國發、內政、經濟 三個部會中間繞來繞去 那如果現在有立法委員 對這個方向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 我是真的很樂意看到他們在立法院提出 基本上我會先通編台灣的那一份 所以已經經過大家 對就方圓宜老師的版本 然後再去結合 因為那時候可能想的方法 不是用剛剛講到的教育部體系 然後去再鬥回來 所以那一份會變成一個獨立的 那我想把它放到一個 其實有主管機關覺得樂觀其成的位置去跑它 那這有可能還是國發會 都可以啊 其實如果你有看我們主制稿 9月15號那個蔣彥祖 跟方圓宜、陳彥博、陳一強、侯勝總有來這邊嘛 那我們當時討論到一個比較收斂 叫社會創新事業 為什麼叫事業 就是因為它是最neutral 像現在地方創生也只叫事業 那它感覺上就是 其實你只要能夠跟它做生意融資的 就叫事業 那如果你把它叫做能夠投資的 那它會把一些組織型態排除掉 好比像說合作社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天使投資 對但是在很多地方 說不定尤其原住民族的地方 說不定勞動合作社會是他們主要的組織型態 所以如果是把它叫社會創新的事業的話 我覺得這個就主管機關就大家都可以 都是事業相關的 如果講事業的話就會回到經濟部 那會不會到這個時候反而變成是 不會有人跳出來說那是他管 因為大家都可以管 不會啊 因為像合作事業它有一個很明確的主管 就是內政部啊 對就是說每個事業形態 其實公司也是一種事業嘛 就每個事業形態有它自己的主管機關 那社會創新事業 如果是作為一個overlay 就是放在所有的這些事業形態上面 但是大家都要達到一樣的揭露標準 提前體驗工化公司 這個公益揭露標準的話 那這個提出這個揭露標準的主管機關 他做的事情相對少 因為每個事業體有他自己的主管機關進行 但是如果你現在是重新定義一個企業 然後他把門檻鎖得很窄的話 那不管是誰來負責認定 他就要做大部分的執行了 對所以我覺得在實務上面 就是你要讓主管機關肯接 你要先有點衝膽 他要跨部門去管到別人的組織體 對這就是這種不全在聊的時候 碰到的最大阻礙 這種憂慮 對那所以如果你現在是把它叫做社會重新事業 而且是以我們目前登錄要點 作為主要的內容的話 那如果是經濟部接 他也了解到說 但是合作事業最後還是內政部來執行 經濟部定的這些要點 他的阻力就會比較小 那反過來也是這樣子的 好那我這邊的行動 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看起來 可能乍看之下會覺得 跟我現在在做的行動參與 這個對你們道德鎖定超有幫助的 超有幫助的 沒有拿到那一塊之後 就是從群眾在帶動的企業資源 就多不深屬 像比如說剛剛我們講戰鬥機 那個傷害機器人 他的群眾即時 即將考慮到定期定額 那我們focus大概在2000多萬 到現在這個時間點 但實際上後面帶動的包含像台泥 然後各式各大區他們都直接跳進來 但他們跳進來之後 都有一個都問一個問題說 那請問你們可以抵稅嗎 對啊 請問你們的使命鎖定在哪裡 對然後請問三年之後 五年之後 像比如說台泥就直接邀請說 那我把核定港給你 有沒有在我們那邊設施辦港 那這種計畫 那他其實 大家現在是憑著一股衝動去做 就像剛剛講到說 如果寡讚道德 他可以證明有利可能 那大家就會把這件事情 當成要做的事 那我覺得這塊是從群眾那塊 群眾那塊我覺得 我們有一定程度的自信 可以繼續做得好 但群眾再聯動到企業 再聯動到政府 這邊就不去先做 因為他不能等到那個時候才去想 所以我們才想說 要有一個法會機的架構 我想這個是各界的共識 只是說 現在主要的問題是 從立法院的角度 他們要放在哪個委員會 這個題目也是蠻大的 對 但是我覺得立法院先動也不壞 說真的也不壞 那這塊反正 我後面如果有進一步的計畫 再看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來跟您這邊的信 對我唯一的提醒就是 如果你要取得到的制高點 你不能把在地的社區法蘭協會 跟合作社排除 如果排除的話 你自己跌到沒有 知道的制高點的位置 對 因為在台灣的很多地方創生上 他們才是道德的制高點 對 之前我們在做那個 跟台灣法跟圖文不符 曾經有推個東西叫溫柔革命 後來大爆炸 就是因為沒有先拜碼頭 然後沒有併在一起做 好 今天最後一點時間 要好放一支影片 人的行為塑造了文化 而文化指引著社會的方向 從傳統的生活介意 到重新的科技文明 從提進日常的飲食或器具 到兼容并具的娛樂和媒體 在創作和市場之間 在傳統和革新之間 當我們還在思考 要怎麼做出選擇之前 有些珍貴的文本 正在逐漸凋零 有些精緻的藝術 已經積極可為 有些人滿的挑戰者 持續在堅持 有些精彩的內容 還在等待事項 但是 一個人碰到的拒絕 可以讓一群人來成全 群眾的參與 改變了創作的形式 分攤了不可惜的貢獻 群眾集資 不只成就了台灣更長遠的美好 更復刻了一個時代的情懷 從共同建造空間 再到網路與實際的 全新流行娛樂體驗 不只能力敢扎根到生活與教育 也為武士工產業 打開了新的可能 我們聯繫群眾 致力成為創作者的橋樑 我們側進文化 為其群眾實際支持市場 讓擺抱希望的人 願意繼續堅持 讓堅持的人 能夠真正掌握希望 再讓更好的事情 發生在這些有耐心的人身上 人的行為塑造文化 而文化遵用著社會的方向 感謝你一直以來的支持 更希望你能繼續參與 因為世界很美 而我們剛好有空 不是嗎? 其實後面還會再調一下 但是之後 再講整個計畫的時候 的形象宣傳 也謝謝你今天有空 聽不到這些事情 台上真的 蠻有心情 遇到 這個梗 這真的很棒 所以 感謝我們後面 就是關於剛剛講 挖背的事情 我就會尋 就要車創登錄 等等再做邀請 對 事實上如果 你竟然自己都提了溫柔革命 我覺得就是 照著 當時如果是跟CIDO 整個性別圈等等 就是有一個比較紮實的社會連帶 在這部分先打底 其實那不是只是代碼頭而已 那也是 Core creation 所以如果我們是用Core creation 這個角度的話 那就算是我出席或致辭什麼 我們一定都是用這個角度出發 這個也想讓你們知道 了解 非常感謝 謝謝 謝謝